Hello,大家好,我是志光 黄光玉归来,广美能否东山再起 没有人会怀疑黄光玉归来之后 又将会嫌弃怎样的滔天巨浪 这个出身皮孩,16岁就辍学做生意的少年 是究竟怎么做到20岁成为意外富翁 35岁成为中国首富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紧一下黄光玉的奇幻人生 他出生于潮汕,祖上都是生意人 十岁那年,他江湘汕头成为经济特区 大批外国商品涌入 各个黄继青自学成才 把废旧的外国电器维修好可以正常使用 这样发现了商机 80年代初,许多潮汕人背景离乡 去做生意 16岁的黄光玉出租没度完 跟着哥哥用口袋背着收来的电器 坐火车去了内蒙古 隔两亿年赚了4000多 当时卖电器属于投机倒把 黄光玉清被抓了起来 蹲了81天 黄光玉凭着侥幸躲过了一劫 他不但没害怕,反而想去更大的市场闯荡一番 在咨询哥哥的意见后 他只身前往北京 在街头转了几天 就进了一大批衣服 开始摆摊 那时候管得很严 每天躲躲闪闪 于是黄光玉找了一家国营服装店 让店里帮他卖衣服 双合分成 这个店铺就是国美 也就是国美电器的前身 1986年 黄光玉把这家店铺买了下来 一半卖衣服一半卖电器 接着把哥哥黄光玉清叫来一起经营 衣服没卖几件 反正电器越来越火 他干脆把衣服当成员工的工作服 后来他把这个店铺名称就改成国美电器